香港小孩的近視情況 相信很多家長都知道 香港小孩的近視情況都很嚴重 有多嚴重呢 根據理工大學之前做過的研究 如果是學童大約是11至12歲 他們近視的比例差不多有接近60% 所以很多家長都會擔心 小孩會不會出現近視 出現了近視又怎麼辦呢 如果有近視是否最基本要戴眼鏡 但是最擔心的是 戴眼鏡之後 其實近視都會隨著年紀增加 增加近視之後有甚麼效果呢 近視不是只是戴眼鏡 看得清楚就算數 如果是他們隨著年紀一路發展 近視一路加深 如果不幸運 去到600度或以上的近視 形成所謂我們叫做高度近視 他們不單只是視力問題 甚至牽涉到眼睛健康問題 甚至牽涉到眼睛健康問題 很多人都聽過 如果是近視去到一個比較高的度數之後 他們的眼睛有健康問題的風險 亦都會隨著增加 例如增加黃斑病的風險 早點有白內障 視網網容易脫落 還有青光眼的風險 亦都會大大增加 到底近視有甚麼因素會形成呢 第一 遺傳是一個因素 譬如兩方面的父母 父母都有近視 小朋友近視風險都會相應高些 另外後天的影響都很重要 譬如小朋友是閱讀的時間太多 距離太近 亦都最近指出 如果小朋友太少接觸戶外 陽光的時間 亦都會增加近視的風險 如果不想小朋友變成有近視 到底家長可以怎樣做呢 最近很多的研究 都一致指出 讓小朋友多些戶外時間 其實的確是可以減低 他們變成近視風險 最近的研究 綜合來看 如果每天小朋友 可以花多 仰摩一個小時的戶外時間 他們可以變成近視的機會 風險 差不多減低有三成 戴眼鏡是一個很普遍的做法 那就糾正小朋友的近視 看遠看得清楚 好了 如果是戴眼鏡的時候 首先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 做家長很多時都有一個誤解 就是會不會 小朋友近視 我配一個近視眼鏡 到底是 是否要配淺一點好一點呢 不要配那麼足 否則會容易令他加深呢 其實研究指出 如果小朋友配近視眼鏡 的度數配得太淺 其實不但不能阻礙近視的增長 反而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令近視更加快一點 所以這個誤解大家要留意 一旦小朋友已經有近視 到底做家長的可以怎樣幫助小朋友 控制近視增長呢 其中一個就是用眼鏡片去控制近視 普通光學傳統的單光光學鏡片 其實只可以糾正近視 但是近年也有很多研究發現 一些特別設計的鏡片 是可以幫助小朋友控制近視的 其中一個就是佔進多重焦點的鏡片 那這種鏡片呢 特別是對於一些有隱性內邪視 或者是一些調節力 不是那麼足夠的小朋友 去控制近視是比較有效的 另一種就是一些雙光的零鏡 他們的雙光設計就是上面 鏡片上半部就是看遠的東西 近視糾正 下半部就是一些看近視的區域 也都可以有效令小朋友 控制近視的增長 達至差不多60% 比起單光的鏡片 另外一種可以控制近視的方法呢 就是隱形眼鏡 隱形眼鏡當然我們說 不是傳統的隱形眼鏡 是一些經過特別設計的隱形眼鏡 其中一個就是叫做繳視鏡 或者角膜繳視鏡 那這種鏡片呢 其實就是一些特別設計的硬眼鏡 通過它晚上暈眩前 給小朋友戴了它 然後第二天起床 就裁了鏡片 它有兩個好處的 第一 入口就不需要再戴一些眼鏡 它們會看得清楚 但另一個好處 最重要就是這個 就是它們持續戴著鏡片的時候 它們都可以阻碼近視的增長 在以往做的研究裡面 大致上都可以給傳統的眼鏡 近視的速度可以減慢大約是四至六成的效果 另外 軟性的鏡片 亦都可以有效阻碼近視 但這些設計 並非傳統的單光近視鏡片 軟性鏡片 是一些經過特別設計的 例如理工大學 最近也研發了一隻叫做黎焦的軟性陰形眼鏡 可以幫助小朋友有效控制近視 相比普通單光的眼鏡 可以大致減慢差不多有五至六成的效果 其實藥物方面都可以用 最近研究也支持一些 用低劑量的阿托品 英文叫HOP 這隻藥可以阻碼到小朋友近視的增長 但是長遠來計 到底這隻藥物對小朋友的眼色影響是怎樣 都要多些研究才可以知道 以上各種方法 到底哪些是最適合你的小朋友去控制近視 請諮詢你們的眼科視光視 就在一起吃了 又在一起吃了 然後再吃了 再吃一碰 就是我吃了 而且可以吃了 吃了 明天吃了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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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